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再次鼓励你打开圣经一起来读 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最后这两章了 这两三章里面讲到约瑟和父亲相聚之后 重新相聚 然后接下来在他父亲临终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发生了几件事 而这里面有一大段是约瑟的父亲雅各 他回顾他过去人生走过的路 他充满着感恩 他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不能 但是他经历在他的神凡事都能 有很多的事情在我手中我抓不住 但是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为我们持守万无一失 我也求神透过雅各对你说 不论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婚姻 在你面对儿女 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都会遇到有一些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 谢谢主 这些让我无能为力的事情 逼我承认我很有限 我需要这一位全能的神 他才是掌管生命的主 而雅各在说 他说他回头看他自己的人生 上帝赐福给他 上帝来找他 其实他不是他去找 是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上帝来找他 上帝好多次透过梦 透过意想向他显现 上帝跟他说话赐福给他 什么样的福呢 后面他讲到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 我的一生经验他牧养我 上帝是我的牧养人 牧养我 而另外一方面他也讲到 上帝不但是一个牧养他的神 上帝也是一个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救赎他的神 这真的是很大的福 我想在雅各约瑟他们那个年代 要讲牧养人跟羊的关系 大家一听就懂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几乎都是游无民族 都要去序幕 所以大家都做牧养人 大家知道对于一个羊而言 找到牧养人 有牧养人带着他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羊很笨 羊有的时候自作聪明 东走西走 结果一下就走失了 那么牧养人牧养他 怎么牧养他呢 把他带到一条对的路上 指引他的路 好像诗篇二三篇里面说 他为自己的名的缘故 引导我走异路 羊知道 不在牧养人的这些保护照顾带领之下 常常就出事 常常就不要跑到哪里去了 只有牧养人才知道 哪里有水 哪里有草 哪里是可安些的地方 有牧养人 每一天的生活 他经验 他是一生牧养我的 不是偶尔 是一生 你知道我们的这位神 也是一生牧养你的 他知道你的需要 你跟他走 他带你进到那个丰盛的 可安些的水边 而另外一方面 雅各也承认 我常常乱搞 我常常自作聪明 一下子我要这样弄 一下子我要那样弄 就常常把自己逼到绝境 是自己的搞怪 把自己搞得好像没有路 可是在他走到没有路 偏行几路到走到没有路的时候 这一位牧养他的主 也是救赎他的 把他找回来 你看这是多大的恩典 每一天的生活 不管高山低谷 有牧养人牧养他 带着他 领着他 万一出事了 牧养人救赎他 把他救回来 这也是你的神 不论你现在走到什么样的光景里 今天你领受这一篇短短的分享 我也求主对你说 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不要自己越走越远 回到神的面前来 他牧养你 他也救赎你 他是赐福给你的神 你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跟着他